大家好,又是來到我小廚房煮大餐了 最近天氣又濕又滿熱 相信大家都忍不住吃多了生冷食物 今天因應這個天氣 我們齊齊熬一個可以去濕 還可以清除腸內濕毒的湯水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訂閱,按旁邊的小鈴鐺 當有新片推出,就會通知大家 因為你們的支持對我來說是非常重要的 今天我們先去買這個辣宴菜 這個辣宴菜不是經常都有 通常3月尾打後,就會看到它的蹤影 今天這個辣宴菜,我昨天來買 是今天才有的 所以如果你們看到它 就不要錯過,記得買來熬湯 然後再買馬蹄 我買了一包6元 6元原來只有8粒馬蹄 然後再買一個新鮮的土福寧 買了那個土福寧 我會請店主幫我批皮之後 把它切成一片片 大概買這麼大塊就可以了 算起來 算上藍豆、赤小豆和這個蜜棗 總共有8樣材料 詳細份量,你們按下去標題 就會見得到 藍豆赤小豆 我割了50克的份量 我們買回來之後 最重要就是把它洗一洗 然後把它浸泡大約15分鐘 因為香港天氣比較潮濕 很多時候,藍豆赤小豆 你買回來家裡用不完 它就會很容易 吐出一隻隻的東西 最好的方法 就是把它放進玻璃瓶 吐出小蟲的機會 就會少了很多 我今天用了半斤的份量 我們凍水 把它出水之後 待會我們就要把它沖乾淨 就可以了 藍豆也叫做藍扁豆 它是有健脾和化濕消暑的功效 今天我們用新鮮的土福寧 它表面有很多泥在這裡 我們一定要把它沖乾淨之後 大概浸泡10分鐘 而新鮮的土福寧 切開之後 很容易就會氧化 變成啡色 我們買新鮮的土福寧 有大有小 而我今天買的土福寧 大概是200克左右 我便免得煩 我便一次過用來煲湯 它的療效可以除濕、離關節 尤其是香港天氣濕度高 對於有關節疼痛 有濕疹的朋友 用土福寧煲湯 也是有它的療效 我買了那包馬蹄回來 發現原來底部有三粒是爛的 其實一包裏面 沒有了三粒六蚊雞 差不多一元一粒 絕對不便宜 我自己處理馬蹄 我喜歡洗乾淨之後 我才會去皮 馬蹄的療效 就是清心降火 以及有補肺的功效 今天煲湯粟米 我便用了一條份量 之前跟大家提及過 粟米的葉 都有它的療效 我今天煲湯 我便嘗試用了這個粟米葉 因為粟米葉有大量黃銅類物質 有鋼尿酸的效用 我們不要丟掉它 記住要連粟米酥 最後的主角出場了 就是這個辣燕菜頭 其實它是辣燕菜的根部 剛才我所指的地方 很多時候如果菜飯沒有削走刺 因為根部有刺 所以你們選擇鋼尿酸 就小心點 如果它沒有削走刺 就會弄傷自己 由於是根部植物的關係 所以我會用刷乾淨 我才會用來煲湯 洗乾淨之後 不需要去皮 可以直接切成這個小段 但是辣燕菜頭 它是帶少許寒性的 所以孕婦就不適合飲用 雖然辣燕菜頭是帶寒性 但是它是可以降血糖 對於糖尿病患者 是有益處的 它除了降血糖之外 還可以消熱解毒清腸胃 還有如果有濕疹的朋友 你們用辣燕菜頭來煲湯 也是有舒緩濕疹的效用 今天對待的粟米 我就粗暴一點 我把它咬成兩半之後 把它切成小段 待會方便煲湯 快點出味 加粟米來煲湯 也是有健脾胃的作用 南豆、赤小豆和土伏檸 稍微浸泡15分鐘之後 就可以沖洗多一次 隔水備用 可以煲湯 長氣一點 我都跟大家說多一次 凡是用玻璃煲 或者是畫面所見的 這些雅煲來煲湯 最重要是先打開火 你們才放上鍋 鍋子會耐用很多 鍋子裡有2.5公升的水 我們就冷水 放入土伏檸 和豬腱 馬蹄 如果你們想它再快點出味 你們可以把它拍片一點 它的味道就會更出一點 剛才跟大家說過 今天我就會用這個 粟米葉和粟米酥 放進去煲湯 粟米葉你們可以把它 好像我一樣 剪到一段段細 或者你們把它綁成一個列 放進去一起煲湯 都無所謂 最後我們就加上三粒蜜棗 我們就用這個中大火 首先把它煲起 看到煲開始有煙出 我們由這一刻起計 用中大火煲20分鐘 然後轉小火 再煲1小時 由於辣椰菜頭和馬蹄 都是帶少許韓性的 所以湯會煲久一點 但是煲久一點 你的豬肉就會散了 飄零出來 所以這個時候 我會把豬肉夾起來 夾起來之後 然後再用小火 再煲多1小時 對的湯差不多煲了2.5小時 多一些 我現在已經是關火了 但是你看見 鍋裡的湯 也是滾起的 如果你們想這個湯 再好喝一點的話 關火之後 烤20分钟,汤的味道特别浓 现在我把汤拌出来,让大家看看 汤煲的时候,会闻到有竹蔗的味道 所以不需要担心,这个辣椰菜头会不会有草青味 它没有草青味,它是甜甜的,挺好喝的 喝的时候,自己加一点盐就可以了 喝完后,包你第二天,牢牢唱通 我在此再次多谢大家收看我,小厨房煮大餐 我们下集再见,拜拜